佛山樓市大好政策 港澳居民過來買房免過稅免寫寶 免居住學習工作證明 還有一系列的購房富士政策審檢 我們一起來看看港澳居民佛山購房新政策的情況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V家不動產研究院樓市政策先鋒的時間 我是Shayna 在昨天7月21日 佛山市住建局發布了 關於進一步優化港澳居民購房資格申請流程的通知 文件就提到了 港澳居民在佛山購房 可以決免居住證、學習或工作年限證明 以及繳納個人傻得稅及社保條件 事實上佛山部分區域近期 也陸續出台了不少的樓市新政策 除了港澳居民購房資格抗寬 7月1日起 三水高明的居民也有大利好 佛山市公安局已發布了紅頭文件 三水高明正式居房購房入戶 通知至7月1日起正式實施 有效期是5年 此外 7月1日起 佛山公職金租房提取有大變動 租房提取最高額度掌幅近4成 通知顯示 職工在佛山連續捉壓地繳全住房公職金 緩3個月 本人同配合佛山沒有自飲住房 亦都沒有租飲住房的 可以提取夫妻雙方的住房公職金支付房租 所以說 佛山現在有港澳居民購房資格獲寬 三水高明恢復購入戶 還有房貸降息 公職金額度提升 開展大壓過戶等措施 佛山的樓市即是迎來了一浪接一浪的重磅利好 這些政策的出台不單會利好江衰人群 還會將更多改善需求的購房者釋放出來 從二啟動市場 討論支持購房的政策 這個月中山市就發佈了支持加大樓市促銷力度的政策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 中山多地都陸續迎來了購房大禮包 包括石旗、火具、小籃等街震 加馬讓離購房者 再加上今年澳車北上、港車北上陸續實施 大批港澳客戶的到來 都被中山的樓市帶來了成交和熱度 聽完這些購房利好政策介紹的朋友 也有想不想過來佛山或其他灣區的城市看看 快點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樓市政策遷封 如果你對我們的影片感興趣 記得點個關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動態 最重要是給個like我們來支持一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